今天最后一场的内容是 以Wikidata建构多社群平台资料共置想象 这一场的内容其实是我们延续 2021年Open Data Day的一个 Wikidata的多社群的一个共置 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延续下来 今天我们的讲者 由我,我是王文岳 是台湾危机数据社群的共同创办人 也是目前共同主持人 以及这一位Dennis,陈瑞玲 也是我们Wikidata 台湾危机数据社群 Wikidata的共同主持人 也是共同创办人 同时他现在也是 Open Stream Map台湾社群的伙伴 他今天你是早上吗 还是下午 已经讲完了 已经讲完了 对,有一个Open Stream Map的议程 我们最早最早 Wikidata社群在台湾的稳定活动 也是由Wikidata台湾社群 以及Open Stream Map台湾社群 在摩之共聊的一个定期聚会 乐聚会所开始的 第三位我们今天的第三位伙伴 是我们现在是水宝署 农村水宝署 OK,农村水宝署的佑伯 佑伯是我们合作非常多年的伙伴 今天会由我们三位来跟大家分享 以Wikidata建构多社群平台的资料共识想像 那来谈这个议题之前 你做嘛 这样我要点大 对,好 好 来谈这个议题之前 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关于Wikidata的内容 上一次在G0V 分享Wikidata 已经是G0VSummit 2020 那个时候我跟Denis各有分享一场 当时我是主要聚焦在 当时社群与旅元素纪念馆 与新乐园艺术空间 这两个艺术场所的一个合作 我们当时在谈这个架构的时候 我们在思考的是 今天所有的单位 他们可能因为各式各样的利害关系 他们需要建置自己的系统 建置自己的资料库 可是在尤其是政府主导 或者是一些标案型的一些 这样子的网站专案里面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网站也好 资料库也好 它可能它都有一个期限 就是它都会有一个时间 一个生命周期 这个生命周期 它可能是这一个系统 这个资料库要退场 但也有可能是说 因为包含像政府改制 或是包含像一些社群 或是单位的解散 或者是再成立 重新成立 他们会再去做不同主题 或是做更新的网站 或是资料库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在思考说 可能同样的资料 像以我们过去 跟李梅树纪念馆合作的案例 李梅树他同时是一位艺术家 同时是一位议员 同时也做过这个农会理事长 然后同时又在佛教艺术上面 有一些的突破跟那个见解 那他就会发生说 他的资料其实散落在 当过议员就会出现在 政治的资料库 那个艺术家的部分 他会出现在可能 画作拍卖的资料库 或是一些美术史的资料库 然后当过这个农会理事长 可能在一些农业的资料库 或者在一些公务员的资料库 也会出现 那你会发现说 当你今天想要完整的地毯式的 去认识 或者是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资料 其实散布在 各个不同的资料库里面 那你要如何去完整的去串接他 或者说在不同的系统里面 去找到同样都是李梅树的资料 你会发现其实是一件 还蛮困难的事情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何在除了李梅树以外 因为像现在的人 大部分都蛮斜杠的 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要来分 等一下会分享的这个佑伯 那像他们所要处理的资料 是河川的资料 但是举个例子 以淡水河 大汉溪这样子的河川 他们所要的资料 可能不只是由 河流的一些基础资讯 包含什么起源地 长度 或者是什么流量等等的 他们可能还会需要的是 像什么泥沙资料 或是什么土石流 浅室溪流 或者是再到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生态简合 文化观光 一些小旅行的开发等等的 你会发现同样的一条河 同样淡水河 同样大汉溪 会有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条河 都会有不同的思考 那同样的 你就会发现说 今天观光有观光的资料库 这个淡水河河岸 沿线 哇 毁掉了 那然后呢 那个水保署 农村水保署 他们可能有这个泥沙 等等的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资料库 那环保署 可能就有水质的资料库 那水利署 可能就会有那个核穿列表的资料库 那这些资料库 都有淡水河 但我们如何去统合出一个 我们综合了解淡水河这条河 大汉溪这条溪的一个通盘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现在在看一笔资料 了解一笔资料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我们发现 这些资料散落在各地 那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去把它串联起来 那所以在2020年 我们用艺术的 我们用艺术的主题去谈说 Wikitear它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外挂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Wikitear它是由这个 维基媒体基金会 去扶持的一个平台 那它其实有既定的平台 既定的社群 以及正在 应该说持续不断发展中的这个规则 那你会发现 现成的平台对于艺术社群 文化社群而言 它能够省去最好的一个成本 就是平台架设的成本 伺服器为运的成本 资料为运的成本 那同时它可以透过用资料索引 或者是用参考文献的方式 去提供一种外挂的方式 让这个资料库的资料 可以转化成 我们所谓Wikitear资料 或者是转化成 所谓的结构化的资料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个 讲座之前的一个 算是一个事前的提要 所以像现在在线上观看的伙伴 或者是在现场的伙伴 如果你有电脑的话 你可以打开你的浏览器 输入这个Wikidata.org 就可以先看到我们这个 Wikidata的这一个页面 那如果说你在 Wikidata的首页的搜寻框 你输入这个大写的 WD冒号TW 然后直接Enter 直接Enter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 台湾维基数据社群 去整理的一些 现有的一些成果 或者是过去我们 所做的一些案例 那今天 我想今天我的时间 最主要还是要留给 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 合作伙伴 像刚刚我提到 这个目前农村水保署 的伙伴 因为我们过去 跟他合作的时候 他们还叫水土 对 水保局 对 当时还是农委会水保局 所以我到现在 都还是改派过来 那当时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Lars社群的一个契机 对 Lars社群 哈巴他们正在推的一个 我们叫做公司协力 那当时他遇到的状况 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台湾管辖 这个河川 或者管辖 这个水文资料的单位 非常众多 包含像水利署 他们会有河川的基本 水文的基本资讯 那水保署 等一下他会再更详细的解释 会有一些土石流 相关的资讯 泥沙类的相关资讯 那但是到了其他的局处 像刚刚提到 文化部文化局 可能会有这条河川 观光文化上面的资料 那那个环保署 可能就有这个污染类 就是那个水质的一些 一些含量的一些资料 那地方的一些地方政府 也会有那个水文的一些 管辖的需求 像是这边可能 突然这个堤防塌了 要维修等等 对 县市管河川 那所以你会发现 台湾的河川资料 非常的散乱 甚至我们那个时候 2019年第一 前几次在开这个公司协力的 合作的会议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 其实台湾的中央政府 它没有 当时台湾中央政府 其实是没有全台湾的 河川列表 它的那个列表的 详尽程度 只到一定的程度 甚至到了那个 离岛的那个河川 都没有被列在 当时水利署公开的 一个河川代码里面 那后来我们发现说 其实除了河川代码以外 我们水利署另外一个单位 水利署内另外一个单位 还有另外的排水代码 那无论是排水也好 或是河川也好 甚至是农村灌牌等等的 在民众的眼中 它可能都是一个水核 在现在的都市地景来看 但是在资料的统整上面 我们如何更好的 去为大家呈现说 我又没有可能做到一个 我只是想象 一个水文或水利的 只要这东西 只要这边有水流过 然后可能是常流水 甚至是有一些 水的一些建设流过 我是不是都可能去找到说 这条其实是一条排水 这条可能是一条河川 甚至这是一条灌牌 这个是我们当时 一个专案的想象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水利署跟当时的水宝局 他们可能都对同一条河川 有相对应的资料 像是他们可能都有 淡水河的资料 或是他们都有 大汉席的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之间 要如何的去串联 然后如何的去做交流 去创造一个更大的效益 这个是我们当时 讨论的一个目标 那等一下我们会请右博 去做一个更详尽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花点时间 来讲一下 就是等一下 右博之后是 Danny的部分 那Danny的部分是 我们当时在 河川的部分 其实也不是河川 在Wikidare跟 OpenStreetMap的合作里面 OpenStreetMap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在Wikimedia里面 在维基媒体的各个平台里面 GIS的功能 其实一直都存在 那那个底图 一直以来使用的 也都是OpenStreetMap 去借借出来的 那Wikidata跟OpenStreetMap 当时都有相对应的 栏位串点的功能 Wikidata可以去收入 OpenStreetMap 相对应的identify 那OpenStreetMap 也有相对于 Wikidata的栏位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可以透过 不同平台的串接 去做到 我们讲说叫 识别码的一个 Mapping一个对照 同时又去达到一个GIS 我们讲说 GIS的一个套叠 或者是不同的 透过Wikidata的 我们讲用Property也好 或是一些 属性分类也好 可以去做到 更多不同的GIS的应用 那这个是等一下 Denis会花一点时间 用Live Demo的方式 去展现给大家看 好 那首先我们就先有请 那个佑伯的部分 好 那感谢Alan的一些引言 那目前我是 在农村水保署的 减灾监测组这边做服务 那在过去我们其实 是组织改造前 我们是叫水保局 但其实我们许多的业务 以及说我目前是参与 算是计划型的研究人员 所以我关注的议题 跟我在做的业务 其实会也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也有一些专注上的 一些课题 那今天可能会跟大家来介绍说 我们这个session上面 其实上了三个tag 那我们分别从这三个概念 跟大家来介绍跟说明 那当然不是只是说 来宣传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说这一些成果产出 它背后的一些架构 跟意义其实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又如何扣回来说 我们这一场主题论坛 我们为什么要做 共治的一个平台 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合作 那它当中的问题 意识会是什么 那在最后 其实我会以三个 比较具体的 想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是资料的补移 另外一个是 产品的资料 产生成为产品之后 它的一个被搜寻的功能性 或者是被看见的程度 以及到最后 当它转换成一个 整合性的服务 或是有很多服务的时候 像我们今天 假设Alan这边 可能是Wikidata 是国际基金会 所违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连结 那我这边有参与到 政府以及民间的资料专案 以及业务产出 到Denis这边在国际基金会 违运的开放地图跟GIS这三者 怎么做结合跟我们为什么要结合 以及说谁来使用 所以说从Open Data的角度来看 其实台湾的很多机关 它都已经走在很前面 而且现在不是做不做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多或少 以及说它是不是从单纯的资料开放 从最早期的数位点藏计划 甚至说资料数位化之后 像刚刚Alan有提到 其实很多的公共行政 它有因为过去跟现在 不同的历史架构 所以可能从资本转换成数位 或者是我们被赋予分工的任务不同 所以产生过去做得OK 但是现在不管是气候的变迁 环境的变迁 甚至我们人口的组成 我们关注的议题不同 变成说很多东西不够用 所以我们发现 过去做的部分有不够的 或者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 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在开放资料上 其实是越来越多 包括说各个单位 甚至是上级整合单位 不管是国发会 或者是甚至像数位部 有参与的一些专案 其实大家都有在做 那这一些开放资料跟 在像G0V或是OCF的许多倡议 到现在来说 开放的资料量 其实也已经很多 甚至多到它的全貌等总量 已经到一个很庞大的地步 那下一步会是什么 那其实我直接下一个 公司协力的方式是说 其实在最后 当然我们政府机关用 这个已经都是 只是多或少 跟完不完整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则是 在跨机关的引用 那当然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也尝试再去做 但是其实更进一步的来说 会是民众自己有没有在使用 当然不是全部都用 而是民众自己有感的议题 或者是民众的协力跟参与 使用资料是第一步 第二步在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文献 公司协力的参与 参与协助产出资料 跟一些方法论跟工具的 甚至我们讲标准化 跟让它可信度提高的部分 这个都是未来 可以期待 文献跟许多的研究 其实有提到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方式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公司协力跟合作这一块 会是下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好那这个就谈到 我们的终极理想是公司协力 那在最后来说 就是许多的服务 或者是民众有感 甚至是政府业务 能够顺利推动 那往回推开始就推到说 机关这边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出跟资料 待会会以我们机关自己的 一个产出跟做的东西 跟大家介绍一些架构 这个架构最后核心根本是什么 产出的资料结果 那这个资料怎么样变成一个产品 或者是变成服务 对民众对机关 这两个之间它代表的意义 跟我们目前可能在公司协力 在各个论坛 我们在不同领域遇到的问题瓶颈 它核心是什么 那最后再谈到说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用wikidata 来解决这个部分 那它在这边代表的 或者是它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意思本身是什么 那我们的做法到底有哪些 好那可能在座的各位 专业领域或者是擅长甚至关注的议题 或者是可能早上我是个设计师 但是我side project 可能做个GIS 或者是做地方学 那会有很多的 像Alan讲的斜杠 兴趣不同 那我工作不一定跟我的兴趣一样 那也有可能差异或者是跨领域等等 所以说以我们在学校跟养成分类来说 是水土保持相关系数 然而在我们中央机关来说 我们还包含了农村发展跟水土保持 那在刚刚这么多的业务里面 当然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大概 可是呢其实资料很多 多到也 它的一二三层选单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领域内的人 有怪一点变得其实都有时候找东西也不是那么好找 那大家就可以 有兴趣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但是直接从拆解整个面向来看 农村发展会是一个面向 那这些面向或者是公开资料开放资料来说呢 以农村发展这一块 那很多结构上 当然我们协助中央机关去承接相关的一些业务 工程补助或者是发展 那背后所代表的是在农村发展的形式 跟我们政府去协助的角度是什么 而且这个是一个法定业务 或者是在经由大家的共识之下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预算 我们有执行计划 我们有成果 那同时也有很多的出版品 这个出版品背后的概念又带到说 我们台湾其他领域或者是农业生产 农村活化再造或者是人口 这一些潜在的议题 那当然在最后来说 大家看到的可能会是网站成果或者是出版品 但它其实背后的是我们在地或者是比较广泛的议题 还有政府机关业务跟产出的成果 那在随途保持这一块 其实因为在山坡地或者是你会有接触到 可能是开发或者是农业生产才比较会接触到 那其实会在山坡地开发会有需要做一些相关的随度保持 那过去来说可能它就停留在行政机关内部 或者是行政流程 那当然有调阅有申请 它也有一定的规范 但是在资讯开放的情况下 尽量的让它是能够公开呈现出来的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看到说 在现行的架构上 我们的业务为了去跟环境永续共存 同时兼顾经济生产还有民众的权益 所以在这个业务架构底下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包括在这个也是这两年 比较新呈现出来的 大家对于工程的重视 包括工程会 包括中央机关 包括NGO 对环境议题的重视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比重拉大 拉大之后 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知道它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个业务概念上 我们一直有在做跟过去从零到有 当然都有经历过发展的时间 但是这个东西会做出来 其实它背后代表的是机关也重视这一块 同时这些成果也把它数位化做了出来 所以说它就变成是一个可使用 甚至是可被参照的资料 光是公开 在最后我们再提到我们的合作 或者是Wikidata 在这个方面可以扮演的部分 政府的资料公开出来 然后受资讯公开法的保障 或者是引用 跟它进一步变成开放资料 那具有一些不可测回特性 中间不同的阶段 它其实只要先做到资料公开的这个阶段 后面就有很多可能性的一个应用 那包括说像防灾 防灾这一块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业务之一 那包括我们目前其实有三个大方向 一个是土石流 Debris flow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规模崩塌的防范 Large scale lens light 那以及说目前我们自己在尝试推进 跟中央也很重视的是一个 山坡地在地震以及台风之后 它还是有许多不安定的吐沙 Unstable sediment 那这些东西呢 它其实在每一次的台风 或者是就算是莫拉克台风之后 921地震之后 还有很多的可能的潜在料园 那也是我们正在积极研究跟防范的地方 那这些呢 当然它的发生地可能是在山坡地里面 或者是像花莲地震 我后天可能会去现场看土石流 对 或者是我们日常业务的一部分 但是说这些东西慢慢的 它会往中下游移动 甚至说在我们不同分工的挟管之下 这些吐沙到都市或者是台风之后 水库着度增加 那民生用水暂时的受到影响 甚至说这一些是不是会影响到海岸退缩堆积 甚至是影响某一些河道 它可能产生淹水的一个情况 这些就会是环环相扣 但是在过去的架构来说 甚至是还没有数位化之前 或者是之前的分工治理来说 它是比较不会遇到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遇到了 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去开始思考 我们怎么样在政府机关 加上民间加上外部的单位 下去克服这个问题 包括说我们在业务来说 我们自己也会开发图台应用 但是这一些系统放在那边 我们平常的使用率 我们在应变的时候 使用率会比较高 但是上面也整合了许多 像是开放资料 跟我们业务应用的情境都在上面 平常的时候这些资料 其实它可以转换成公开开放的资料 同时系统开在那边 它功能每天电开着就是成本 所以说我们同时把它开放 让一般的民众 让民众能够了解跟使用 一方面可能在防灾教育上 它是有所帮助 或者是对民众来说 开放资料有一个目的是 民众的知情权 以及对环境议题 能够有所评估 有所选择 比如说以日本来说 日本他们的防灾做法 有一块是资料公开 但是他们的强制民众去劝导 或者是执行上 他们就是让民众有比较多的自主权 当然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以这个图台来说 我们就是希望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说 这些资料整合起来 它大概是怎么用 然后有一些商用软体 我们可以用我们现有的软体 平常的方法 平常闲置的时候 或者是平常运作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来使用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在除了我们原始来说 可能在农村发展 或者是工程的治理 或是防灾的因应上面 但是过去就是我们并不是 或并不只是满足于现状 因为我们因应了许多 不管是农村还是房灾还是水保 我们有很多议题是与时俱进 同时在之前我们是任务编组 是纪念小组 当时我们主要议题是大规模屠杀灾害 跟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复合影响 那地震当然也有 可是它的频率相对比较低 然而它一旦发生 它的规模其实也很大 那我们在研究这方面 做一些软硬体相关的防灾对策 或者是工程发展 农村发展等等 那到现在我们其实改制完 我们目前是有在三科服务 是资料治理科 其实我们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料 拿去设法去做一些 不管现在已经是气候变迁 附和灾害台风 甚至说汗烙极端分离的 一个情况 那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 跟跨资料的应用 去找到相关的一些对策 包括说我们一些调查的资料 甚至说我们开放资料的架构 当然不同的部会有不同的架构 以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有公开的资料 不是开放资料 公开资料会因为有些是可能不确定性 或者是它会去做调整 那我们建立了单一路口 资料整合再往上层走 我们会到我们的上级机关是农业部 之前当然是农委会 再往上层走 我们其实是整合到国发会的资料开放平台 那各个机关当然它会有它不同的路径 甚至水利署 它有水利资料的一个整合路口 那气象熟它可能有雨量资料的下载 公开阅览 还有一些地震车报的资料等等 所以说当然最后其实都会有整合到一个路口 那有兴趣的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接触过 那如果是第一次大概知道这些架构的话 可以建议从国发会的开放资料平台 去看一下它整个架构 其实里面的资料量非常非常的庞大 那资料开放的下一步 其实我们就谈到说 以我们自己机关来说 我们的业务产出的资料 然后从资本走向数位 然后从内部使用走向开放跟民众参与 那下一步来说它会是什么样的样子 其实在公司协力在谈更进一步的谈 其实就是天助自助 那我们很大一块农村发展跟房灾 农村发展会在于说 我们地区的民众在 可能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不管是在农业生产 或者是提升在地居民 回流等等 那以及说房灾上面 政府能够做的永远是有一定的限度 包括说我们的资源成本都是有限的 但是在灾害的规模以及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那因此政府能做的极限它越来越没有办法去 cover这一些风险或者是几率的时候 那其实真正能够去掌握自己人身安全的话 其实是民众自己当下的一个判断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来不及说 今天我们可能有防灾意识 我自己在现场我有察觉到异常 或者是配合提早疏散避难撤离 跟我一直等 我就是在现场等政府帮我做好好的 那一定是前者比较快 那当然政府有我们机关的一些角色 当然可以做得好 但是其实在最后 因为防灾是关系到生命安全 或者是保全对象财产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在 假设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像是地震 或者是地震不一定 但是台风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而且频率比较高 所以防灾这个议题会是 更平均的每个人 在台湾生活一定都会遇到的 当然不同的议题 遇到的频率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在政府的角色来说 其实慢慢的在开放资料完备之下 其实民众需要更多的参与 或者是民众只是不知道 那参与之后呢 你其实才会是下一步 我们应该可以走的方向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发展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用三个议题去谈 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这样的业务产出 其实就会有资料 那资料本身像我们其中的一个资料 我们就会去思考 我们在有一个影像库 我们会将过去的一些历史灾害的照片 将它记录下来 那作为我们比如说后续的研究参考 或者是治理的一个依据等等 当然细节来说灾害它可能有很多的重现性 或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跟环境 它可能会重复发生 或者是过去有发生了 但是记忆淡忘之后 大家可能一些治理工程搭配之后 大家忘记了等等 但是疏于防范的时候 往往自然它的一些现象 或者是反扑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去及时的去反应 所以说在记忆的保存 防灾的应用研究上 我们有遇到过去的一些照片 缺乏坐标资料的问题 那这些资料都很需要说 人工去把它做补移 但是我们一直速度上没有办法加快 或者是我们接触到的人太少 那甚至说我们的资料 想要将它做成产品 甚至我们过去不只是作为业务 作为开放资料 作为民众使用的产品 第一段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 资料到产品中间这个问题 它有缺漏 甚至是资本转到数位化的过程 它有缺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大的功能智慧去做处理 那在下一步来说 我们这一些的资料 将它转换成产品 转换成档案格式产生产品之后 以我们自己的一个防災 事件后的报导来说 它档案的被搜寻的程度 因为像转成PDF 我们是为了让它能够 在不同的平台上 可以直接去做读取 但是它的可编辑性当然变小 同时它的被搜寻性 其实有些SEO 是有点难做处理的 比如说如果直接去搜寻 它相关的台风 或者是关键字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NCDR第二个灾害事件部 然后维基百科在第一个非常好 然后第三个是水利署的应变中心 然后第四个才到农业部 农业部还是我们的上级机关 还不知道我们 那这个是可以讲到说 在右边这张图 搜寻引擎跟可能在今天其他场次里面 谈到议题或者是演算法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同温层 或是我们接触到讯息的角度观点以外 搜寻引擎很大一部分 已经结合了Wikidata的语意拓谱 作为搜寻的辅助资讯跟资料 所以这个会在最后我们第三个瓶颈 跟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跟朝向研究 如何跟Wikidata做结合 因为它已经有这一些搜寻引擎结合的基础 同时它带有我们最后一个议题所提到 我们想要结合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在中间 在这一些议题里面 我们也持续的 其实之前跟许多的软社群伙伴 包括像LAS 包括像开放街图 我们就提到 这个中间它的一些资料属性跟结合 会是怎么走 最后一个议题谈到的就是说 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资料面向跟结合 以及说刚刚 我们资料的补移到产生出产品 让它变成开放资料 然后为了促进去数位化 跟呈现机关的成果 同时让民众跟利害关系人能够参与 民众能够知情 去做一些对策 因应研究跟了解 这些环境以外 那我们第二个面临到的 就是像是搜寻引擎 跟外部服务的结合 资料做成产品 产品它会进一步的转换成 我们结合完变成的服务 那这一些服务的时候 服务到现在其实已经变区成熟了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包括说搜寻的服务 地理资讯系统的服务 即时资料的服务 甚至像Roni 比较为人所知的 预算资料视觉化 转易的服务 沟通的服务很多 那这些服务这么多之后 到最后 其实我们的使用情境不变 但是我们确实 有需要更多领域的结合 我们需要更多服务的结果 来帮助我们 不管是做 可能是像评估分析 或者是我想要了解 甚至是解决我的 某些生活习惯上的困难 或是我倡议上 我需要这些资料 作为客观的参考 所以我们服务之间的整合 跟我们身为民众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身为 利害关系人的时候 怎么去用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 第三个问题 资料散落在各个机关 像其实刚刚提到的 其实资料的散乱 是因为过去 因为刚刚讲的比较简化 过去我们在分工之下 那我们各个机关 做好自己辖管的业务之后 其实没有一个法律架构 是要找一个人 出来整合所有的东西 而且在当初就是 一个问题很复杂之后 将它拆解成不同的小块 而且是有明确分工跟范围 那可以我整治完这一块 你处理完这一块 那事情就没了 当然过去行得通 但是现在可能有它不足的地方 同时这个也是我们精进 不管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特别是我们 现在这一场要想要结合 Wikidata跟OSM想要解决的问题 以这个议题来说 我们目前有所谓的 像灾害的报告 或者是灾害的记录照片 其实有针对每一个事件 有不同面向的资料 这一些资料它可能不容易被搜寻 或者是散落在各个资料库 藉由Wikidata 它藉由每个schema 或者是它每一个tag 它可以产出QID QID作为唯一的Primary Key 作为组件去做连结 而且它能够有国际的基金会 协助我们去做处理 所以它可以作为 唯一组件去连结到 OSM开放地图的底台 那这个在地理资料里面的格式就是 Wikidata作为DBF的锁引key 那OSM就可以作为它对应的 开放向量资料的功能 跟外部的应用 那甚至说 这一个QID就可以再结合到 不同的机关 不同的事件 那这两个同时又能够加上时间 它的时序性 像左边是数位资料 唯一key的连结 那右边会是空间的连结跟处理 那资料的处理还可以再扩充出时间 那我们在时空间资料 互联系就可以整个把它结合起来 那甚至说我们像WikiCommerce 外部的空间整合 甚至是Wikipedia 针对某一些事件 某一些单独的条目 这些都可以借由QID 而且是行之有年 它的一个数位基础是很强的 而且是很花钱 我们做不起来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作为一个 可以互相结合整合的一个架构 好 那在最后来说 当然我们前面几个都有 试着在针对过去的概念 现有的业务及成果 然后去提出我们未来的需求 然后呢 因为这边是我们中研院的场地 那其实我们最后其实一直想 最后在跨机关跟一些资料的整合上 包括中研院资料所 陈寗志跟庄廷瑞老师 还有团队的成员 其实也有直接建立出跟整合 SeaCam架构的服务网站 当然这个合作是会是一个 我们持续在 还在努力中 但是是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 像我们刚刚 在议题三最后来说会是机关跟外部NGO 或者是既有服务的结合 在未来可能会是跨资料库的一个整合 甚至比如说我们同样的一份资料 可以进到中研院的资料库 从机关端民众跟国际基金会 国际社群整合到研究端 甚至到跨资料库的一个搜寻等等 这个会是我们未来持续中 且未来想要去尝试跟做的一些 合作跟应用 当然今天先简单介绍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就请Denis 好 我先中间简单过个场 就是说 其实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说我们在谈以Wikidar建构 多社群平台的资料控制 其实多社群平台里面 它隐含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今天Wikidata作为一个 最中间的一个 我们讲说索引码 或者是一个索引的基准 它用一个系统去串接 刚刚提到无论是水保 而且水保自己 农村水保自己 就不止一个资料库了 对 那再去串接到各个不同 像刚刚举例的 中研院的Depositat 或者是连Wikidata自己的 不同的平台 我们从一个河川出发 从一个台风出发 去连接到我们讲图16也好 灾害也好 对 甚至 甚至是数位的 没错 就是 对 过去曾经我跟 他们合作的另外案子 其实是他们的灾害平台 其实灾害平台 他们看的是灾害 然后民众看的是什么 我放着他了 对啊 我放着他了 所以说 这个多社群平台里面 它另外一个很概念的说 它不是只是我们谈的 所谓社交媒体的部分 包含像是 接下来由 Dennis带来的跨街道 OpenTree Map 或者是各个不同的地图的平台来讲 它也是一个多社群平台的一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Dennis OK 大家好 那记得就是 我们有slido 那就扫一下 如果发问的话 可以扫一下 对 好 那其实Alan其实有漏掉 蛮多我会讲的部分 就是我不只会讲 就是有关河川 或是一些村里之外 还会有蛮多玫瑰同龄演 或者是台湾演艺的东西 就是先前有一个 Wikidata贡献者大量汇入 就是它能用爬冲爬出来 就是这些类戏剧类的节目 每一集的名称 所以如果你查 就是玫瑰同龄演 然后可以都可以查到 它就是180多集 那个每一集的名词出来 好 就是它 这些类戏剧的演员 的部分也有在 我们有建讨到Wikidata上面 那这有点比较扯人 那OK 那我这边大概盘点一下 Wikidata台湾相关资料 汇入的现况那样子 OK 那我线上ID是这个 Superplex 那这是在Horad OpenStreet Map 跟Wikidata的社群 OK 那主要谈这个 汇入后的维护问题 那目前现况上的话 就是村里还算蛮 维护算蛮好的 所以如果是有些历史性的村里的话 就是可能都是还没有建在资料库里面的 那溪流的话就是 刚刚Ellen有稍微提到 就在河川代码 或者是那个排水代码里面 就是他们清单上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因为政府会有兴趣花钱整治 就是那些河流 那些溪流 那实际上存在 大家会一踏进去玩水的地方 其实远比这些在河川代码 或者是排水代码 还多很多 所以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努力地去建构出来 那再来学校的话 就是刚刚提到那个 汇入玫瑰同意演 以及台湾演艺的那个家伙 也汇了不少的学校进来 但他一个状况 就是在2022年之后 就再也没有再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2022年之后的一些学校 比方说新设立或废校 变成那个分班分校 这些学校 其实还需要一个个去检视出来 所以政府的一些资料集 这边都是会定期公告 但是我还是要花一些时间 花一些人力的部分去 各自编辑Wiki Data 跟OmbHumashima这些资料 让它维持就是 最新的状态这样子 那OK刚刚一直在提 玫瑰同意演以及台湾演艺 那我就直接就是 来那个给大家检索这样子 就是应该是有188集的 我补充一下 其实除了刚刚Denis列出来这些以外 就我所知 包含像那个华世新闻杂志 是华世新闻杂志 那个全集数也都有 那个MIT台湾制 MIT台湾制 MIT台湾制 有在Wi Data上面 有部分的那个YouTube 有些会放YouTube 连YouTube连结的 都有在上面 第一集叫要命的女人 第二集叫加油二期 那我就点一个看看 它讲的资料结构 那在台湾类戏剧的演员 其实多半都 都是演类戏剧为主的 就极少 有极少路发展的比较好 会到八点档 或是一些那个偶像剧之类的 去参演那样子 所以说大部分的就是 这边列的演员 可能就是在类似剧有发展 但就是 就这样子 留下在那个 每一集的每个月通列 那个演员列表上 就是有他演出的词续那样子 收看量有19万 OK 他有抓那YouTube的影片连结 不要播啦 不然版权问题 对 好 那再来就是 其实教育部有花钱在 在本土语言 还不叫本土语言的时候 还叫乡土语言的时候 他就花资源去编写 台语跟台湾课语的相关 请一些教说老师 去写相关文章 然后放在教育部的电子报上面 那目前的话也是直到2022年 这样子 那我就不点进去检索这边 好 那再来就是 刚刚Alan一直提到的 河川代码部分 我们就直接进到 检索的部分 OK 我就让他跑一下 各位可以猜一下 有河川代码的河流有多少个 那实际上 这个出来的结果是1625个 有河川代码就是到 记得数字吗 200多吗 还是 超级少的 对 其实超级少 记得就是没有那么多 但实际上存在的河流的数量 是这么多的 那我们随便点一个 我们找个没有河川代码的来好了 下坑洗好了 来看一下它是在哪里的 他们有 还是有在更新 更改 OK 那以这个格式的话 它是从那个 一个资料 国际资料 叫做GeoNames 它从GeoNames来出来的 那这个算是素物人去做的 他当时会抢救他自己的危机 大量用的那些开放的资料集 去建制他的危机百科的条目 让那个数量不至于被大家指引 然后进而把整个 苏武语危机百科给删掉 那样子 所以可以看到 唯一的危机百科连结 就是到苏武语危机百科 那苏武语是一种南岛语言 语族语言 所以它那个结构上是 它还蛮像的这样 然后是长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 我要看能不能找得出来 就是在台湾这边的那个 我现场来编一下 然后接下来看好了 OK 我刚刚复制了经纬度 OK 它的确在OpenStreetMap上 是有资料的 那另外会 OK 但是它就加 Wikidata的连结在 它的溪流上面 那没有对它的relation有加 那我们就是手动加一下好了 那我再做一件事情就是 刚刚我提到说就是 Wikidata可以存在OpenStreetMap的那个relationID 那Wiki 然后那个OpenStreetMap这边可以填它的Wikidata的那个QID的编号 那我点进来就是 这就是 Wikidata 不是Wikidata OpenStreetMap这边 的relation的那个 格式长这样子 那我就copy一下它的那个 连结过来 然后我们再到回到下坑西这边的 REDIR页面 那我们再加 OSM relationID 开放阶图关系变好 然后加上去 然后我再点一次就 它就会跳到直接跳 刚刚OpenStreetMap这边的页面 那我们在 OpenStreetMap这边还没有编辑 还没有把它存档 所以我们再做存档的一个 那个动作 OK 那就下坑西 加 嗯 加 Wikidata OK 今天网路都很顺 所以应该是可以顺利的 为这个河流加 REDIR连结这样子 那 我们刚刚在那个 这个检索这边 其实它是没有那个河川代码 但在实际 JobbenStreetMap上 还有就是 苏语那边贿赂和JeroNames 这边是存在的 所以可以正 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政府收入那个量 实在是 差很少 那样子 好 那回到我们 检报这边 那再一个 最近就是国际友人 就是大量的贿赂台湾的旅馆 就是去抓 Agota Travel Weekly Booking.com 这边的那个 旅馆的那个 那个资料进来 那我们就是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收的 他们有做一件 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 没有收他的中文名字 所以造成说 我们要再利用的话 就是困难重重 比较是那个 Time Go Hotel系列的 这个好像中文叫 五一新宿 系列的那个旅馆 在台北市还蛮多间 然后台北市这边 他们这些旅馆 应该都至少都三 这个至少是我看英文 是认得出来 但他没有写英文上去的 然后就是 Live Demo一下 我要确定一下 它是不是叫 台北新意 它不是那个 OK 这是天格酒店 那我们就复制他的名字 然后去编辑 天格酒店新意馆 希望他等一下可以寄发票给 我们可以寄发票给他 我们就先只填中文台湾的这部分 然后就算完成一次编辑 但是咧 我们还有这么多 就是只有英文 但没有中文的那个 的旅馆 就是 他们国际友人 就是做事只做一半 那样子 加他们看得懂东西 那样子 但对台湾这边 本地社群来讲 我们就上千笔 要加中文名字的那个旅馆 看还没有卷到底 都还是中文 很多都 部分有中文 手术有中文 大部分是英文的 OK 这边有大量的 比较星级比较高的是 我去慢慢把他的编辑 中文加上去了 那五星级范围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他可能有 维基百科的连结 那这时候就变成就是 我要合并 维基百科那边 已经有Wikipedia连结 然后连到他们这些 从各个订票网站的那个 资料及汇入进来的状况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状况是 他们爬的时候 不会去注意到 其实有些已经改名了 换经营者 或已经倒掉了 这部分也是要去注意的部分 好 那 Live Demo差不多是这样子 剩下应该 可以讲完 OK 那我就总结一下 就是 我们常会见到很多就是 我之前举了很多例子 就是没有去持续更新 那也许是原始的 跟原始的编辑者就是 收容上有其他事情要做了 那他中心不在Wikipedia OK 那是很正常的 就是人家不想继续维护资料了 然后就造成说既有的那个项目 建得远远的建得不够 因为就是已经 off sync了 就是已经 它已经跟 最新的资料现况 已经差很多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是要做一些 比对资料的技巧 来去找出哪些是 新的要新增上去哪些已经移除了 我们就要去把它删除掉了 那最后再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连Wikipedia这边的话 我用Wikipedia的连结 就它Wikipedia项目就单单一个 维基百科连结的话 那其实我检索是找不出资料的 那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在 连Wikipedia曾经有建一批台北市的村里 那它完全是只有那个 对应到连Wikipedia 连Wikipedia这边的连结 其他的资讯全都没有 就造成说我们是隔了很久很久之后 就是我以为把台南市的 县市整并的村里都解决之后 以为已经把台湾村里做完 perfect的 但想不到就是在 栽单连爱Wikipedia这边 就是有重复台北市的村里的状况 那就告诉我们是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 就是换主管机关了 导致说我们先前贿赂的时候 是用旧的机关的资料集 那它现在早就没有在维护了 已经是新的主管机关在做了 但是我没有注意到 导致我们贿赂的资料是没有变最新的 那还有一个延伸状况 就是电缆化前的历史资料建制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花时间去做了 那最后一个例子是讲 村里就快速带过去了 一往时间快到了 那就是 设计在2019年开始大量的贿赂 那对台湾来讲 它是最基本的地理单位的部分 那它目前的话是 有护证是在维护它的资料清单 然后长这个样子 那我下载一个 它是 村里有护证代码的 OK 这应该是 2022年的9月是最新的 那 它资料是长这样子 它前面就是它的护证代码 然后上面 第二个栏位就是它的上级的 那个乡证市区的单位 然后是用村里代码 用行政区代码去显示 那在右边 最后一个栏位 第三个栏位是它的名字 这样子 那就是 好 我回到 OK 时间快差不多了 那在台湾 这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以村里单位的话 南市里是 1001801003的代码 这个代码的样子 我刚刚就有提到就是台南这个例子 就是 我犯了两次 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从主计处换成护证代码 那我们汇入的时候是拿到主计处这边没有维护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有 2018年台湾市的村里整定的时候是没有看到 然后就是漏了这些东西 那解决方式就是发现了护证词那边的资料 然后去 赶紧把他补上去这样子 那这刚刚提到的就是台北市这边重复了理 就是我没有料到 没关系维基百科有见过这样子 那刚刚我提到的没有结构画是长这样子 就是只有连到维基百科的连接 其他的资料 它是在哪个国家 它的属性是我们全部都没有 所以导致说我们其实很厉害会用Wikidea的query 是找 这个资料等于是不存在的 那对 就是重复到的 就是第二个板西里 中正区板西里 那另外一个我们之后可以做的就是 这个日本时代行政区画 就是当时有个老师有去 在维基百科有大量见 各个郡下面的大字 都有把资料见起来 但在Wikidea这边的话 就是它一样是面临就是 没有什么结构画 可能就是 也许有一种可能是就连到维基百科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一半的结构化的情形 那比较好的做法还要对应到它 1945年之后 它变成什么形成单位了 就中华民国体制之下了 那目前是应该还没有见到这种程度了 那以七星菌来讲的话 我们就发现有这些 装大字 那因为在维基百科这边的那个结构化 相对用分类的方式 现在做的比较好 所以也许可以用这边去反向过来 做Wikidata这边的编辑 那打广告这礼拜一 我们有OpenStreetMap跟Wikidata聚会了 那是在模式公聊晚上的时间 那我讲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 那各位 如果要提问的话 就是slide的部分 那我们时间 来 好 那感谢那个Denis的分享 那最后在 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的结语 其实Wikidata它目前在发展上面 已经突破了十个年头 没错 其实Wikidata的创立的那个时间是2012年 那好像跟距离比好像一 好像同时间 差不多时间 那在Wikidata在台湾的发展 其实我们社群一直不断的不断的 在努力将台湾的资料 推到Wikidata上面去 包含像刚刚提到河川的部分 刚刚一直提到艺术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的 包含是戏剧 或者是那个 语言 就是各个不同的剧集的部分 甚至像我们现在不同的语言的社群 我们也不断的在努力说 是不是有可能把不同语言的词汇 还有像Dennis之前有一段时间 一直在丢这个台语歌曲 台语歌曲的那个 所以放在Wikidata上面 今天其实由Dennis跟佑柏来分享了我们目前 无论是在跟政府资料的合作 或者是我们民间在做民间资料各式的串联 我们其实期待的都是说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社群 我们不要讲说社群平台 应该说由社群为应的平台 无论它可能是一个网页 它可能是一个资料库 它可能是一个服务 它如果去提供了一个特殊主题的资料 如果你期待透过这个资料去串联到 我们刚刚有提到 无论是产官学界 国内国外的一个这样子 或者是你其实是一个书籍的资料 希望透过一个线上的系统 去串联到其他的线上的系统 甚至是其他的纸本书籍 其实Wikidata都是一个很棒 现成的工具 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那详细要怎么做 我想今天没有办法在这个主题论坛 去做一个呈现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每个月的乐剧 我们每个月的乐剧 我跟Dennis 我们至少有一个人会在 对 就是来询问我们 那我们都可以为你的所使用的东西 或者你所在意的领域 去提出相对应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或许我们可以再把台湾的资料 做更多的不同的应用 那以上是这一个场次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进入这个QA的时间 有没有人有要问问题的 有 我们有一位外国朋友的问题 那个Dennis你要帮忙回一下吗 就是slide上面的 OK 那我用中文的回答好了 请口译帮忙 那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每个月会有在台北 每个其中一个礼拜一的晚上 有OpenGMAX Weekdata的一个乐剧 那也可以用 如果在台北附近活动的话 可以利用这时间去进行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 在线上的一些 不是线上 是实体聚会的话 我们有些线上的管道 那我们Facebook的Wikidata 台湾的社团的页面 粉丝页社群的社团 还有Telegram群组 那也搜寻Wikidata 台湾应该都可以找到我们这边 那这主要一些 线上跟实体活动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种 GNV设备的这种大活动 我们会 或者是GNV大宋 我们也会出没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 我们是没有一个 比较有计划性的去办新手的工作坊 都是可能遇到之后 然后可能就是 直接就一对一去 去教学这样子 对 我稍微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 比较常出现的大活动 包含像今天我们来到的 GNV Summit 或者是 8月 在这边宣传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8月的Cost Club Cost Club也会是我们一个 面对新手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平台 就是说我们也是一个 全天的 一个整天的check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整天的check 可能会有一些 简易的工作方 或者是一些 简易的教学 其实我们在线上 也已经留有 蛮多的教学的资源 包含去年在台湾 举办的Wiki.com 其实有蛮多的内容 它是英文的 也讲解了很多 Wiki.com的机制 你只要搜寻Wiki.com 2023 应该都可以找到 相对的资讯 这一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线上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有口译 所以我可以讲中文 赞 就是 Wiki.com跟Open Data 之间的差异 我想 因为刚刚没有去提到 Open Data 其实是我们在谈开放资料 的一个概念 讲的是说 资料可以在开放授权的情况下 被重新的再应用 再散布 那Wiki.com它其实是一个 Wikimedia 维基媒体 基金会下面的 其中一个专案 Wiki.com 那Wiki.com它其实是跟 Wikipedia 大家所熟知的 维基百科 它是一个姐妹专案的 一个状态 那同时 Wiki.com也是 Wikimedia里面的 就是 它的众多的计划里面 它也是担任一个 所有的计划 一个资料的串接 串联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Wiki.com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平台 而我们在这边 协助在维运 Wiki.com的社群 我们是Wiki.com台湾的社群 在协助 Wiki.com在台湾的一个 我们讲说使用也好 推广也好 是有这样子的差异 Open Data 是指开放资料 Wiki.com你可以讲说 叫维基数据 维基资料都可以 好 那陈刚刚 就是这个问题 我再额外再补充一下 其实因为在台湾来说 我们因为有法律的规范 所以其实这会 它会是三种的东西 Wiki.com它是 其实就是民间 基金会或者是社群 的一个专案名称 它其实就是project name 对 那它可以各种修改 或者它只是代表这个东西 代表Wiki.com而已 那Open Data 在台湾它是一个 法律规范的特殊的 形态的资料 它会有一个清单 会有一个list 而且它会有 相对比较严谨 而且是 希望它能够越少错误 越正确越好 但同时就会变成说 它产制的更新时间 周期就会比较长 而且它有一个特性 是我们希望它能够 能够持续被利用 会有不可撤回的特性 它不可以撤销 不可以下架 除非说可能有用一些 更新的方式 去做处理 但是这个跟第三种形态的差别是 资料公开 Data to be open 或是to be public而已 它没有清单 或者说它可能只是网页上放的一个 报告书 一个资料 一个海报 等等 它可能调整完之后不见 或者是它有更新 它可以自由的处理一下 加上是干嘛 但是它可以公开给大众 可能只公开给可以使用 或者是公开原始党等等 所以这三个其实是分属不同的状态 资料公 资料开放跟开放资料 它是状态词或者是形容 这个资料被打开 先呈现给公众 这两个的等级目前是不一样的 至少说资料如果公开的话 在政府资讯 政府资料公开法 或者是政府网页的一个资料 它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是可以被引用 可以被做一些加值 如果是进到开放资料等级 它就会做成资料级 它会有list 它会上到开放资料的平台 而且那一个版本会被固定下来 就像刚刚看到的呼吟证代码 或是主机代码 它就会有一个永久的 当下的时空等级版本 就会放在那边 那通常是不可撤回 那一方面也是作为板控 或者是前后相互对照用 这个是台湾在 我们自己开放资料相关法跟期待 跟应用上 它的第二层的特殊性质 那当然 Wikidata就是专案嘛 所以它其实只是说 共通点可能名字上都有提到data 只是说它的属性 或是代表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不同 所以这边就简单做个补充 好 那上面有一个新问题 请问有碰过资料放上去 被其他人恶意破坏的情况吗 一定有 但是我想要先分享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也不一定是破坏 就是我先分享一下 其实不一定是破坏 像刚刚Dennis有提到说 其实很多的输入人 就是也不是很多输入人 就是输入语的这个社群 他们有设计一个机器人 他们会常常把这个GNS GNS中文的正式名称到底是什么 叫什么独特地理资讯资料库 对GNS 那简单来讲就是 那个GNS的资料库 它收录的是 只要是一个地理的一个形式 可能是河 山坡 山 行政区 或者是河流 或堤防 所以很多台湾堤防 它有资料 对 它都会收录 那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各位知道 台湾的河川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也好 它的英文翻译并没有统一 所以像以淡水河来讲 或者是什么大汉溪来讲 你可能会收到一笔字叫 叫大汉river 或者是它会写大汉吸 结果在GNS里面 它可能是大汉吸 所以我解释一下 就是它是只要一种拼卸法 就是一笔资料 对 所以如果说它八种拼卸法 就是八笔资料 但其实全部都是大汉吸 可是因为苏武的那个but 他不理解这件事 然后他就全部丢进来 他应该没有这样子 他没有这样子 他有处理过 他有处理过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们大汉river 但又有一条大汉溪 然后大汉溪是他们丢进来的 那这可能也不是一种破坏 但只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 欠缺考虑的那个 对 欠缺考虑的部分 然后再另外一部分是说 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德国的社群伙伴 他们会引用德国的一些汉学资料库 然后把一些台湾啊 或者是中国那边的资料丢进来 然后通通都标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它其实可能也不是一种破坏 它可能只是贡献者不理解 对 那只是说回到最后 无论是破坏也好 或者是资料就是贡献者不理解 其实都是需要更多的伙伴去维护 或者是去说去使用 去观看这些资料 需要更diverse的贡献者 就是你这前面讲的例子就是 可能欠缺东亚理解 就是各国状况的人加入 对 如果说更多人应该就不会有这种 这种问题产生 没错 对 那只是因为现在的关注者啊 参与者非常的少 对 现在有一个伙伴上面就讲说 没错 就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心做好事 但就不小心做 就是刚好扯了后腿 那其实也不会 就是说其实他们慢慢的 去帮我们做这些资料 其实都整体而言都还是有好处 像包含像是今天 Denis提的是旅馆的资料 其实我有发现在更早期 大概16或17年 也有汇入一整批的台湾的医院 然后全部都是只有鹦鹉名字 然后我都找不到那些医院 是哪几间 这个也是我之前发生的部分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是谈说多社群平台 因为其实这个资料 我们在做串接也好 或是在做这个资料 透过Wikita去做对照来讲 我们其实都希望是构建一种 跳脱可能 我们跳脱政府 跳脱这个学院 学校 或是跳脱研究单位 跳脱产业 跳到一个更大型的一个串联的 以开放资料串联的一个 开放资料的生态体系 而那个串联的基准点 我们尝试去透过Wikidata 去当作那一个串联的基准点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才会谈说 叫做以Wikidata去尝试建构一个 多社群平台的一个 公制的想象 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 再次呼吁说 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伙伴 如果你有兴趣 你希望可以再活化你的数位资料 或是你甚至想要再活化 你的纸本资料 我们在Wikidata这边 曾经在台湾都有一些案例 可以来找我们 其实你在网路上找Wikidata 你找WikidataAlan 或WikidataDennis 应该都可以找到不少的slide 或是不少的资料 那透过那些资料来联系我们 我们都会很乐意回答你 好 那现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没有问题 好像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议程 那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买餐券 那个点心券的伙伴 外面还有很多点心 在离开之前可以吃饱 还可以省掉这个晚餐一餐 那明天还有整天的内容 以及明天的这个 On Conference跟Lighting Talk 都还在开放报名中 欢迎大家去填写报名 好 嘿 怎么 是哦 没事 好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议程 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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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